哈喽大家好我是潘潘 今天呢染了一个头发 还是我上一次染的那个颜色叫什么 什么棕色反正颜色比较深 最近呢有一个话题是非常高 是大陆这边出台了一个新的 结婚登记婚姻登记的那个草案 就是说争取大家意见 他这个草案意见是什么呢 就是说以后结婚不需要双方的户口本 只需要双方的身份证就可以去结婚了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是不限那个 不设限那个什么地区就可以直接 比如说你是我是安徽的 然后如果说我的对象是那个什么什么 湖北的怎么样 我们两个人都在上海 那我们就拿身份证 我们就直接在上海的婚姻登记处 就可以结婚了 在大陆这边结婚呢 它其实是这样子的 就是需要男女双方的户口本 以及男女双方的结婚证 去男女双方其中一方的户口本 所在地的结婚登记处去做登记 这样子才能做这个婚姻登记 那现在出现的这个草案就是结婚很方便 你拿着身份证 一人拿个身份证 然后你人在哪里 你就直接去那个地方的婚姻登记处 就可以去结婚了 就超级方便 为什么突然更方便呢 对 是为了增加结婚率 是为了让大家结婚更方便 为了增加这个生育率 因为现在就是很少人 因为很少人去生孩子 然后因为很少人步入婚姻 很少人去生孩子 很多人离婚 很多人离婚但是离不掉 你知道吧 离不掉 就讽刺的点是什么 讽刺的点呢 是他结婚容易 离婚难 难到什么地步呢 他现在规定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离婚的话 你要去先申请 申请离婚 然后有一个离婚冷静期 一个月 在这个一个月内 就是一个月之后啊 然后你没有去做这个 离婚的一个操作 他会默认说你没有要离婚的意思了 就不会离婚了 然后你要再去离婚的话 可能还需要再等一个月 知道吗就是属于这种 还有呢就是那种起诉离婚呢 就协议离婚的话 是有一个三十天的 离婚冷静期 还有那种起诉离婚的 比如说女方被家暴了 或者说不管是双方哪一方被家暴了 哪一方被出轨了 像这种想要离婚的也非常难 像这种出轨被家暴 这些证据很难定 他一般就是被家暴的话 就是这边就是他会说 你们这个只是家庭纠纷 不属于殴打 你知道吧 然后呢就是说你们需要自己 家里面去进行调解就可以了 就很难离婚 因为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事件 就是有一个女生 他就是被殴打 而且是在怀孕期间被殴打 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肋骨骨折 或者说腿骨折 然后那个人他是拿刀啊 砍啊刺啊这种 就是这女生命大没死而已 出院以后依旧打 就怀孕期间也打 出院以后也打 就打到那种程度 他要去离婚 然后不让他离 什么原因呢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不让他离 就说你这不是家暴 因为说他取证很难还是怎么样 反正就不让他离 然后就说你们回去做 去那个什么居委 或者什么社区服务中心怎么样去 做调解 让他们去做夫妻之间的调解 调解之后呢 如果说真不行再离 反正就这样拖拖拖 一拖再拖 因为只要在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 男方不去 或说哪一方人不去做这个离婚登记的话 你是离不了婚的 然后这个女的就是刚好也很惨 就是 离婚 离婚的这个 法案 就已经立案了嘛 不是立案 就是就已经实行了 你知道吧 所以他提出离婚的时候 就根本就离不了 离不了 然后 这个女生 就已经 现在就是残疾人 你知道吗 前一段时间还有说去起诉离婚 有没有起诉成功 还不知道 然后后面又有消息说 他好像已经被那个男方给报复致死 就好多好多好多这样的案例 就是离婚被家暴了 然后离婚离不掉 然后呢 离不开这个渣男 你知道吗 要被打死 就人家就是不让你离婚 你拿什么证明你是被家暴了 就是不跟你离 离婚人家去等着 哎 就属于这种 你知道吗 就离婚超级难 现在搞了一个 结婚超级简单 那搞得养女孩子的家长瑟瑟发抖 我好不容易养那个女儿 但是一到法定年龄 就是男生是20岁 女生是22岁 周岁就可以领结婚证了 像他们这种 又是谈恋爱很冲动 就是结婚呢 是需要冲动的 才能结婚吗 不是说 你说出台了这样的 如果真的出台实际了 这样的一个方案 那到时候 小女孩被一哄骗 对吧 就直接去结婚了 真的是吓死人 随随便便 拿个身份证就可以跑 跑去 跑去结婚了 那你身份证丢了呢 很多人猜说 那我如果收我的身份证丢了 我是不是 搬回来的时候 发现我结婚了 然后这个也有说法说 不会的 因为那个 你结婚登记的话 你要拿着身份证 双方要到现场去 才能领这个结婚证 不是说你只有身份证 就可以领结婚证的 然后现在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段子 就是说我愿意结婚 直接结婚 然后又说 考大学 找工作 或者怎么样也会加分 结婚是个加分项等等等等 等等就是 故意恶搞出这个结婚出台的这个事情 真的是福了 虽然说婚姻是个人的自由 但是你说很多的年轻人 在他们比较年轻的时候 容易做一些冲动的事情怎么办 我们有一个户口本 户口本在家长的手里 起码能让女生 或者说让这个两个人能冷静的 去想一想 规划一下未来对吧 你不会说那么冲动的 就直接去拿个身份证 我们就可以去结婚了 然后也有人说 像这种 随随便便就可以领的证 就一点含金量都没有 所以她就是 就是说 这种没有含金量的证呢 就没有意思 唉 真的是 你想搞这个干 为了促进生育 就想要把女生推到货坑里面 真的是福了 唉 我跟先生领结婚证的时候 是比较难的 因为我跟先生领结婚证呢 就是需要在大陆 就是先需要 嗯 台湾方去那个 拿 呃 单身证明 然后 无犯罪的一个公证证明 然后到 呃 女方 或是到大陆方这边的那个 呃 户口所在地的 涉外婚姻登记处 才能就登记 所以这个 东西是 有些困难的 那 反正大家其实都在嘲讽这个 新规啦 肯定是不会实行的 我觉得应该是实行不了 他居然说是给出让大家投票 不知道会不会有暗箱操作 有可能会有暗箱操作 不知道 所以 嗯 唉 妈的那个泰国说 唉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边吧 然后我今天下午带九州去公园玩 原本呢 他很喜欢一个小哥哥 就一直跟在人家哥哥身边跑 然后还给主动拿出自己的玩具车去追 然后把那个车车给哥哥玩 然后两个人就在那里玩很开心 哥哥也抱他这样子就很友好的画面 然后两个人去玩的时候呢 就是可能那有泥巴嘛 有泥巴有泥土这样子 虽然那孩子妈妈看到了 就立马冲过来了 就很大声 然后很凶 就是说 你干嘛在玩泥巴 那么糟 凶他 然后小孩子就 吓到了 瑟瑟发抖 往后退 然后搓手 说妈妈我不敢了 然后那个女生 那个她妈妈就 还是站在那里 恶狠狠的瞪着她 然后那小男生就跑过来 怕妈妈不要她这样子 然后就要求抱抱 可能就是想要和好 让妈妈不要生气这样子 手一碰到妈妈衣服 她妈妈就立马的就是 就是用这样的手 手 刀手 啪啪啪 就是属于这种 可恨了 就是 小男生还抓一次 她就刀一次 然后呢 小男生还也不放手 就一直要抓 被打下去了 她也要抓 被打下去抓了 然后她妈妈就是很 很死劲 很拼命的就是这样 这样子 我都觉得她那个力道 能把小孩子的手 给打固扯 就那个力道 有重到这个程度 就是很重很重的那种 然后呢 嘴巴里面又一直在 捏捏叨叨叨说 不要碰我 不要追我衣服 不要追我衣服 就是很用力很用力的那种 然后她也不说话 说了 试试别人说 不要追我衣服 不要追我衣服 我要给你拍图 你不知道是给自己解释 还是给旁边的人听 就是给我们听的 就 就她这个妈妈就是 哦 真的很火爆 然后很凶悍 然后对自己的儿子 一点疼惜都没有 就是狠到了呀 超级狠 然后那个小孩子呢 又很害怕 妈妈不要她 然后她说 妈妈我错了 妈妈我错了 抱抱妈妈抱抱 妈妈抱抱 那小孩子好可怜 一直说妈妈抱抱 然后她说抱什么抱抱 你不抱你 就那种 好凶啊 小孩子在那里又哭 然后又不敢哭 然后手又痛 然后又要要求抱抱 就属于这种 哇 看得好心疼 小孩子明明都已经被打成这样子了 为什么她还会要求大人去抱她呢 一般小孩子被打了那么就跑嘛 对吧 一般小孩子被打了那么就跑嘛 也不是啦 其实小孩子 小孩子可能都是因为怕家长不要她 所以呢 他要要求就是抱这样子 可能就怕家长生气不要她 没有啊 我大事回事回都不利用 屁 真的吗 你还好意思想让你打她 我下午跟她描述 跟她描述这个事情 然后呢 过一会她就 她也打球球 真的是服了 我去 估计倒了 我俩不要打了 她现在是两岁 你需要去跟她讲 还有一个就是 你明知道她会碰你的酒杯 但是你每次我提醒你的时候 你每次都是不管 你还是要把酒杯放在桌子上 那她就好奇啊 她就想要碰啊 两岁小孩子她就想要碰啊 这上有什么东西她都要碰啊 她不是碰而已 她是拿起来倒 对啊 她就是要玩呢 她以前就是碰而已 她不会拿起来倒 她就是要玩呢 都跟你讲过 所以我每次 我不管是我喝的牛奶 还是怎么样 只要是盖不起来的 或是玻璃制品的 我都不会放在桌子上 我都不会放在它能够得着的地方 那你就不会 你就是钓鱼指法 你就故意了 你就故意放在这里 想要看她怎么弄 然后你发现 她真的碰到了 然后你又很生气 然后呢 就借此 我给她摸了几次 借此发挥 然后去拿东西打她 然后她刚才就故意拿起来 就打超狠 然后就倒 把群肉给吓了 打了不死啊 屁 我洗澡的时候 她的腿这边 就是一个巴掌印 巴掌印不是我打的 就你拿那个棍子打的 那个手术 那不是我打 我打自己打 就你打的 我打屁股 你还打屁股 打那么狠 我都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把她给吓的 又痛又吓 剁脚疼的都剁脚 每次都是这种 不想说你 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喜欢朋友们可以订阅支持一下 小广告一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回家了 现在是下午六点半 公园里面 有广场舞还有电影 不知道是谁在碰 那也是挺好的 现在还不够黑 看不清 看不清 小区的景观灯都开了 娘娘不要看 瞎眼了 不看不看 走走走 不要对着它看好吗 走啊 喝奶奶走啊 好 喝奶奶回家喝 这个没亮 它没开呢 走 路灯还没开 景观灯开了 注意安全哦 猫猫从这边走 哦抬着走呢 可以吗 好好看你脚下登陆会摔跤 要帮忙吗 可是你自己走过去的 你自己搬过来 稳一点稳一点啊 很厉害啊 很厉害啊你 很厉害啊你 救命啊 快到了快到了 哦 休息一下 这个也不好骑啊 就几格了 马上就到了 好吧 好吧 那就妈妈帮帮你吧 那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哎呦 你要跟妈妈说什么 哎呦 那车车还行不行 啊 车车还要吗 不能碰啊 那是猫咪的猫粮 不可以碰 走 不可以碰 讲不听了是不是 走 走呀回家喝呀 不是答应你了吗 嗯 走你了吗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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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下跑 哈哈哈看来是真的饿了 记得点赞关注哦